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出镜黑名单背后 中美卷进大马变天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迪 14日召开记者会 宣布任何涉及贪污滥权的违法者 短期间将被限制出镜 协助调查 他还强调前副首相安华的特赦程序 仍在进行 中央社的报道指 马来西亚前任首相纳吉布与夫人 早前被移民局列入黑名单 前往印尼度假的计划无法成行 马哈迪在记者会中被正面回应 仅表示已有数名官员 被列入禁止出镜的名单 协助调查贪污舞弊案件 马来西亚反贪污局主席 祖吉菲利今天已提出辞呈 检察总长阿班迪也开始放假 令人联想两人是否也涉案 这两个关键人物的离场 无一位新总理马哈迪任命 新的反腐机构负责人 和重启义马发展贪污案的调查 扫清了障碍 此前检察总长阿班迪在义马发展相关调查中 裁定纳吉布无罪 在纳吉布5月9日大选落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里 他照常来到办公室 上周五 马哈迪宣布针对阿班迪在职时的行为发起调查 一位知情人士称 阿班迪目前拒绝辞职 并正在咨询自己的律师 这位知情人士还称 撤换总检察长必须遵循一定程序 纳吉布虽然已经没有官职和党职 但其一举一动仍是媒体焦点 各媒体因此连日来都在纳吉布 被于吉隆坡大使路的住家附近驻守 不过警方13日开始驻守在通往纳吉布住家的路口 并禁止媒体进入 驻守的警员对联合早报指出 上级前晚只是他前来驻守 但并未说明驻守的原因 对于搭乘私人飞机出国的传闻 纳吉布前在脸书上表示 他和家人当天只是出国度假 他说 我和家人今天起出国度假 在刚结束的第四届大选后休息 之后 移民局宣布禁止纳吉布夫妇出国 纳吉布既表示尊重当局的决定 并留在国内 路透社前天独家报道 警方当天下午突袭 吉隆坡市中心的百威年高级公寓 并指遭搜查的是纳吉布亲戚的公寓 报道指警方是为了寻找可能被非法带出国的政府机密文件 吉隆坡总警长马兹兰指相关报道不实 他说警方并未突击搜查这个公寓单位 该外国媒体和多个网络媒体的报道都是错误和不实的 马兹兰指路透社上述的独家报道是假新闻 他质疑路透社报道中引述的高级警官是何人 他表示将针对这个假新闻展开调查 美国政府指在2009至2015年期间 至少有45亿美元资金被不当挪用 其中包括据称被纳吉布收取的6.81亿美元 美国在起诉书中以马来西亚一号官员指代纳吉布 纳吉布和伊玛发展均否认存在不当行为 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及总裁程子俊 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文章指出 在马来西亚腐败始终是一个问题 但EMDB丑闻是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 耸人听闻的贿赂和洗钱报道 让马来西亚在世界舞台上蒙羞 虽然马来西亚人习惯了糟糕的商业作风和政治黑金 但这一丑闻给国家带来了羞耻 也许在投票支持便可之前 马来西亚人还需要在像纳吉布这样名誉扫地的人 和像马哈迪这样受尊崇的人之间做出严峻选择 但至少现在他们已经做出了选择 马哈迪14日还提到伊玛发展洗钱案已在调查中 也知道重大关键人物之一的刘特佐身在何处 但他现在认为国际情景无需介入 也不设定何时会展开逮捕 仅表示交由相关单位处理 马来西亚亚洲政策与领导研究所ASLI 国际事务高级顾问胡亦山博士对BBC说 在本次大选的课题选项方面 西蒙明显的是处在主动的地位 特别是马哈迪在其以往上往下 多种形式呈现的政治信息里 主攻的就是他指涉纳吉布有关伊玛公司的一系列 阳明国际的丑闻 进而指责马国当局演变成所谓的偷窃者政权 令国人蒙羞 胡亦山说 在这次大选里 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 在马国所进行的大数额大规模的投资项目 以致更广义的欲区紧密的马中关系 虽然偶尔有被提起 但并未演变成为一项主要课题 这是因为马国虽然是一个开放型经济体 但牵涉到外国的事物 向来未能在政治运作里引起太大的波澜 马哈迪之前对一些中国在马投资事宜 约略有些威严 但他上台后立即改变口风 说有必要才会检讨中国的投资 而且也没有反对一带一路倡议 他指出 以马哈迪一向特别是在经济上务实的市政手腕 马中友好关系应该也得以持续下去 一些人也许忘了 马中的蜜月关系 其实是始于马哈迪第一度当政的30多年前 至于被控犯下基监罪 仍被监禁的安华的特赦程序 马哈迪14日只仍在进行当中 媒体报道 马哈迪将请最高元首同意赦免 马哈迪透露 新政府会设立皇家调查委员会查案 并下令涉安部门不准销毁文件 各部门的政策会重新审议 包括减少行政开销 协助新政府偿债等 马哈迪也宣布 希望内阁能减制25个部门 寻求整合的可能 纳基布政府时期的内阁机构有35个 以上是柳辰为您播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 可吽 可吽 可吽